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楓 今天教一首近期都很流行的歌曲 大叔的愛片尾曲 是Anson Lo 的不可愛教主 為何會弄 CK 版的版本呢 主要是因為手形上比較容易跟 同一個時間亦是因為這樣 大家在技巧或感情上都會比較容易投放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看看這首歌的基本資訊 Tuning Standard Tuning EAD GBE 基本上是C4 而是原調的E調 這首歌的拍子的難度只有1顆聲 都是百分音符為主 但大家會看到特別技巧有2.5顆聲 主要原因是因為多了一個激弦的部分 對於彈開結他的人 不會覺得激弦是很陌生的動作 但如果你是否一個新手 以下這條影片就要看了 好 讓我快速示範一下這首歌如何彈 讓我再試一下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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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首歌中經常會重複的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激弦 激弦這個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交叉交叉交叉 激弦簡單來說就是製造著節奏感 好像一個鼓一樣 其實它的做法比較簡單 就是當你彈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交叉交叉 你將它的手連合手指弓手指拍到線上 當然是輕描淡寫 但拍下去的時候你要留意有幾個做法 例如你可以用這個 好像敲門一樣 然後將你的指尖壓到線上 連同你的手指弓 這樣做就可以做到一個均勻而全面的極嚴 好了 亦都有另一種做法 亦是很流行的 亦是OK 亦是好聽的 就是利用你的手指弓 打一個低音嚴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手指弓的 全面一點的 會連旋也會切齊 相對地做旋也切齊的部分 整首歌的跳脫感會更加強 但如果你只是打起BASS的時候 MELODY的SUSTINE和連身性都會更好看 所以整首歌都會有一個激燃的效果 大家可以經常看見交叉交叉的部分 都需要這樣激進去 特別說第八個BAR 直接有兩下激燃在後面就做鼓 這樣 記得要留意激燃的重點是 你要做得的聲音比較一致 以及不要太大聲 做到一個很輕聲的感覺 其實已經是很足夠的 而剩下一提的部分 就是這首歌的第三拍 本來入BASS的一些重拍位置 都會搶前了一個百分音符 所以聽下去 就會有時BASS不在第三拍入 要留意彈BASS的時候 再做半拍 這些而不是 這樣把BASS放在第三拍裡 以上這些就是這首歌最主要的精髓 但後面基本上整首歌的氣氛 都是差不多的 去到第十八個BAR CORUS的部分 大家會看到一兩下的BAR 和有少少第五格 基本上大家聽到CHORUS的部分 其實是會跟上一個剛剛正教的東西 激燃和搶拍 都是在觸覆的內容 有一下Slide和一下BAR 大家可以留意某些動作就可以了 第29小節都是值得一提的 因為第29小節 到了一下需要做一下的MU線 我們由27彈起 大家可以看到腸拍是這幾下 5、3、6 都可以彈完MU線 就會變成會 就會有一種再跳脫的感覺 所以要記得第20小節 做一下MU線 由27彈一次 CM7 以上就是簡單的不可愛教主的教學 希望會幫到大家 下支影片再見